一起普通的诈骗案件在审,历时三十二年终于改判无罪,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出席,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审理,这对江苏严成人耿万喜来说,不知道是悲还是喜。 1986年,耿万喜因涉嫌诈骗罪,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一年。 此后,他不断申诉。去年六月五日,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改判其无罪。 随后,耿万喜向严成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。 今年五月六日,耿万喜收到了严成中院不予赔偿的决定。 理由是,耿万喜1990年就已经被释放了,不能适用1995年1月1日才正式实施的国家赔偿法。 而耿万喜一方认为,错判对他合法权益的侵犯,直到去年被改判无罪时才停止,当然适用国家赔偿。 被错判了刑,做了劳,耿万喜到底该不该得到赔偿。 涉嫌诈骗,判处五年,出狱后一直申诉。 1985年10月,在江苏延城复宁县综合贸易服务部工作的耿万喜,以单位的名义,与滨海县的国品公司,签订了一份橘子罐头的代购协议。 耿万喜,三万块钱没有从我们单位走,从滨海县直接回到四川省江金县国品公司,钱到了那里以后,罐头价格上涨了。 我告知了滨海国品公司,他们讲不要了。 不要了我就讲,钱已经到了,我们公司用这笔钱带一些橘子回来卖了,钱再给你们,可以吧? 他们讲可以的。 因为四川省的举字,到我们沿海地区,受了冷冻,滥伤严重,当时只卖了一万零五百块钱。 以后我们公司给了九千块钱现金,一万零五百块钱的白酒。 通过滨海法院小解,双方都没有意见,问题全部解决。 这时耿万喜眼里,事情的全部经过。 1986年,耿万喜被滨海县人民检察院,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。 当年10月,滨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,耿万喜已给滨海土产代购橘子罐头为由,将该公司三万元据款骗到江金国品,作为自己贩卖橘子的资金。 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五年,剥夺政治权利一年。耿万喜的上诉被严惩中院驳回。 1990年9月,因表现良好,耿万喜提前半年假释出狱。 耿万喜,回家以后,我的信誉受到了严重打击,公职也丢了。 只能在街上做点小生意雷池生活。 我一直在申诉。 30年后,中判无罪,申请国赔进展缓慢。 耿万喜一直在申诉,原判一直被维持。 直到2017年,耿万喜向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,递交了申诉材料。 2018年1月26号,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再审决定。 同年6月5号,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公开审理,并当庭宣判,耿万喜无罪。 最高人民法院经在审认为,耿万喜在代表其单位,为滨海县土产国品公司,代购橘子挂套中,却有夸大履约能力,擅自将获款挪作他用的过错。 但耿万喜并没有实施刑法上的虚构事实,或隐瞒真相的行为,也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,他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,也为履行合同做出努力,而且按设款项在案发前已经返还,因海县土产国品公司,并没有遭受经济损失。 原审认定,耿万喜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,适用法律错误,应当予以纠正。 耿万喜说,劳改是放犯,诈骗犯。 一直戴着这个帽子,二十多年当中,一直受到人的歧视,都看不起我的。宣告无罪以后,就从那一天开始,我的头才能抬起来了。 我是一个正常的公民。 耿万喜,第一项,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。 第二项,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。 第三项,不发我二十四年的工资。 第四项,给我办理退休养老医疗保险。 在几次的开庭调解中,双方谈的赔偿项目,赔偿数额,基本还是可以达成一致的。 以后我就等,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,一直等了十个月都没有结果。 4月22日,媒体以耿万喜设诈骗获刑,申诉32年改判无罪,申请国赔十个月无进展为题报道了此事。 本月6日,耿万喜接到严惩中院的通知,去领取不与国家赔偿的决定书。 耿万喜,对于这个不赔偿的决定,这是他们的权利,我没有意见。 气愤的是,两个月之内解决的事情,他们拖了十个月,给我驳回。 耿万喜不认可严惩中院,不与赔偿决一输。 严惩中院的决定书认为,根据最高人民法院,关于肃及利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规定,国家赔偿法不肃及既盟。 也就是说,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,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,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的,按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,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的,应部分适用或参照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。 那么,该如何看待这份决定呢? 更万喜,我如果说是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宣告无罪的,说我不是用,可以,我是在2018年6月5日才宣告无罪的,法院对我的侵权一直到宣告无罪才结束,我怎么不是用国家赔偿呢? 更万喜的代理律师许浩认为,严惩中原的这个决定,实在有点难以理解。 在许浩看来,按照最高人民法院,关于宿吉利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,更万喜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终止时间,显然不能认定为1990年被释放之时。 序号,那个批复中,在这个问题中明确说,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,但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以后的,并经依法确认的,应当是用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。 这个持续,法院的理解是说,只是陷于人身积压。 我们认为,这个是机械理解,在改判无罪之前,一直处于侵权持续状态,而不能简单地认为,只是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,是积压状态。 在改判无罪之前,他一直是有犯罪记录的,只是改判之日起,那么,才能说这个状态解除了。 序号认为,退一步讲,即便法院所理解的侵权行为,持续仅限于积压状态,那么,最高法在这个批复当中,还有这样的规定。 序号,并不是说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的就不赔,只不过是说当时有规定的,就按当时的规定来赔,如果当时没有规定胡标准的,那么也要参照国家赔偿法现行规定来赔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明安的观点,与耿安喜的代理律师一致。 江明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,耿安喜的案件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,因为耿安喜的案件去年才得以改判无罪,也就是说国家的侵权行为延续至去年,耿安喜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,申请国家赔偿。 专家,可争取适用国家赔偿法,申请精神损害赔偿。 不过,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亏,认同严城市中院对侵权行为持续期间的理解。 沈亏,他被积压的时间,是1986年到1990年。 1990年之后,他已经获得假释,人身自由已经恢复。 积压行为侵犯人身权的状态,在这个时候已经终止了。 所以,对于违法积压行为,确实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,这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。 但是,在沈亏看来,这并不代表耿万喜无法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,为自己被错判的经历讨说法。 比如,被错判有罪对耿万喜本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,实际上是明显持续到了2018年,被改判无罪之前。 沈亏,有罪判绝对耿万喜构成的精神伤害,实际上一直持续到2018年,虽然国家赔偿法,对于耿万喜这类情形没有明确的规定,也就是说对于人身侵犬行为已经终止,但精神损害的侵犬持续的情形没有明确规定。 我认为,耿万喜应该可以争取适用国家赔偿法,申请精神损害赔偿。二三十年前的被错判,到底是否应该得到赔偿? 1999年,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,在达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,就钟某某申请国家赔偿,该如何适用法律的批复。 其中说,钟某某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,于1993年已经被依法纠正,对习财产的扣押行为,也于1987年宣布解除,因而应由国家赔偿法规定以前的有关法律法规律已调整。 北京广恒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三平,根据这一批复分析,认为耿万喜案件,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。 赵三平,也就是说在1995年1月1日之前,已经予以纠正的,不是用国家赔偿法,从本案来看,直到2018年,才对耿万喜的案件予以纠正。 国家赔偿法是在国家机关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之后,对公民权利的赔偿和救济。 如果要像严惩中院这样适用,理解法律的话,不利于国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,同时也违背了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初衷。 判了刑,做了劳,而这些都被司法机关确认是错误的。耿万喜说,难道,二三十年前被错判,就不应该得到赔偿吗? 耿万喜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还表示,最近将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,申请国家赔偿。